各位微信闲事及各位失望善知识 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谈解 洋载风水学的奥秘 这是一个环境学的法文而已 你环境学你要懂得怎么来处理 有的只有外面少干净 内部没有弄清楚 那是外面好看 里面不顺 有的我房子里面弄得很漂亮 清少得很干净 结果你外面的环境 弄得很糟糕 那你在外面的事情也百事不甚 这是一定的法轴 所以我们有很多善心大斗 很有功德这个心 早上起来就拿着扫把 钱他这条街全会把扫干净 有一天 有人问他说 我一想 这个房子不是你的 你为什么扫那么干净 我听过混连书讲 我外面干净 这一排的人出去 都会比较平安 比较顺利 所以我就借这个机会来做功德 所以就变成一个小小花片新闻 这就是环境学环保学 所以有很多人对于环境保护 自我保护 确实是太自私了 好了 我们现在讲到庭宴 庭宴篇 庭宴 少放木头 穴物 到最后来 支气馆 那是木 破均木 化木破木 破均就是劫财 劫星 你身上有多少钱 你很自然会被 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花掉 那就是破均星 也叫做入存星 破均 就是争吵 入存 劫财 所以这两个 星也不要在我们家中 破均星 木头的晦气物 或者杀死 很多存星 就木头 砍一半 砍了乱七八糟的 放在庭宴 那就没有收 那就是 学星啊 所以风水学 有他的道理 只是一般人不懂 自以为是 才会弄成很多 不必要的事情发生了 你要怪谁 不可能啊 有时间你们不妨可以 试看看 你证到了 没有错 那你就可以现实说法 这都是我亲自看到的 印证到的 实话算是信大的 他们的烦恼 这种 的结果啊 所以 庭宴篇 庭宴 少放 木头 卸物 以免 家庭 不平安 破财 还有争执 争吵 这是 可以预防 我们要来预防的啦 祝福各位 r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